车神一词放在他身上 简直就是侮辱 这部还没有听完一首歌的时间 三名劫匪就从银行冲出 麻利地上了他的车 只见小伙松下手杀 猛踩油门 开启了属于他的高光时刻 这个能把车开上天的小伙 名叫小帅 他利用自己炉火纯青 驾驶技术 在繁华的闹市街头 不断地闪转腾沫 直让后面紧追不舍的警方 苦不堪言 即使面对警察扔出的蓝车神器 也丝毫没有阻止他前进的步伐 反而遭殃的却是自己人 这时 对象车道神助攻地出现两辆 红色小车 小帅直接一个甩尾 就干到了对面 与其并驾齐驱 以此试图混淆警方视线 接着在经过一处隧道时 小帅突然一个加速 冲到了一辆红车前方 然后又将刹车踩死 硬生生地逼着后车 跟他互换了车道 就这样 在众怒睽之下 小帅以一招偷梁换主 成功带领大家逃离了现场 回到总部后 策划这一切的幕后老大莱万 便开始为大家分赃 所有人都是拿到手软 但唯独小帅 却只分到了可怜的一万马尼 原来在十年前 年少轻狂的小帅 摧毁了一辆莱万的汽车 虽然车子不贵 但里面的货缺价值连成 于是为了还债 便从此成为了莱万的打工人 但这次任务后 莱万承诺 只要他再干完最后一票 两人的旧账便可一笔勾销 得知这个好消息后 欣喜若狂的小帅 便来到一家餐厅 准备点个至尊套餐庆祝一番 可不成想饭还没吃 就被新来的服务员小美 给深深的迷住了 两人眉来眼去 再加上都有着对音乐的喜好 很快二人就聊得热火朝天 双方也因此有了一种 无法描述的奇妙感觉 于是回到家后 小帅就迫不及待地将此事 分享给了自己的养父 可还没高兴一会儿 莱万的电话就打了过来 看来 下一次的行动已经有了眉目 这个小伙是能把汽车 开上天的存在 人送外号及到车神 每次行动前 他都必须佩戴耳机 只要音乐一响 什么都是浮云 当小帅还是孩子的时候 因为一次车火 让他变成了孤儿 虽然保住了小命 但听力却受到了损伤 他的耳朵总是嗡嗡作响 只有戴上耳机利用音乐 才能将杂音去除 这天 莱万正在部署新的任务 小帅却在一旁悠闲地听着音乐 甚至小手还竟弹起了钢琴 这举动瞬间让细节控的老黑 不淡定了 这家伙全程戴着耳机 压根就没有听清计划 这完全在拿我们的生命开玩笑 可下一秒 只见小帅将墨镜一摘 直接把整个计划 一字不漏地复述了一遍 原来小帅早已靠唇云 洞悉了一切 老黑听后哑口无言 佩服的五体投地 到了第二天 行动正式开始 他们此次的目标是一辆运超车 三人戴上头套 便迅速地冲了过去 而小帅依旧在车上 听着劲爆的音乐 可还没有听完一整首歌曲 三人就已经亡活收工 可这次小帅却看到了一具 无辜的尸体 当场愣住 在老黑不停地催促下 这才回过神来发动汽车 结果没走多远 就被一名路人开车撞停 来人正式退役特种兵出身 掏出手枪就是一顿猛射 小帅健壮只好拼命倒车 但那个老兵依旧紧追不舍 小帅只能将车开上墙壁 进行突围 经过一阵蛇皮走位 成功开上了公路 原本以为已经脱身 谁料那个老兵竟然阴魂不散 还将小帅的汽车 撞进了货车底部 老黑见状 抄起现弹枪就要请怕吃顿早饭 但小帅不想再次出现伤亡 立刻猛打方向将其救下 最终有惊无险地成功逃离 回到总部后 小帅因为刚才的举动 遭到了老黑的警告 毕竟干这一行的 心慈手软只会害了大家 这次行动过后 莱万也信手沉默 恢复了小帅的自由 至此 他便开始了新的人生 虽然小帅自己存了一些积蓄 但他并没有使用那些脏钱 而是成为了一名外卖小哥 凭借着超凡的驾驶技术 那送餐的速度 简直快到让人难以置信 在挣到了第一桶金后 他便带着小美来到高档餐厅 准备浪漫一下 就当小帅觉得自己 走上了人生巅峰的时候 那个阴魂不散的莱万 再次找上了他 莱万想要干票大的 需要小帅帮忙 并还以小美的人身安全相要挟 小帅深知莱万的手段 无奈只好答应下来 到了晚上 莱万再次找到了 之前合作的约翰夫妇 以及老黑 这次他们的目标是邮局的会票 每箱会票都价值百万 只要干完这一单 所有人下辈子都不用发愁 交代完计划路线后 莱万则让四人 先去购买一批军火 然而细节控的老黑却看到 箱子上应有警方的标记 阵阵杀意顿时涌上心头 双方瞬间展开了一场激烈的枪战 虽然对方人多势众 但在他们面前简直不堪一击 没一会儿 就被老黑几人全部杀戮殆尽 半路之上 老黑却发起了神经 非要去吃顿夜宵填饱肚子 好巧不巧来到了 小美所在的餐厅 为了不连累小美 小帅只能装作互不认识 但身为细节控的老黑 怎能察觉不到 于是提枪就要将其灭口 小帅见状迅速上前 死死抓住手枪 此时的眼神也变得异常坚硬 想到明天的行动 还得需要小帅 老黑也只好就此做吧 回到总部后 来万勃然大怒 原来那帮军火商 有一名卧底警察 是来万买通的黑警 事到如今 四人肯定已被全程通缉 来万建议取消此次行动 避避风头 但这几个亡命之徒 根本不吃那一套 执疑要继续进行 就这样 他们四人便在第二天 出发前往的目标邮局 一位邮局的工作人员 突然从眼前经过 车里的小帅快速摆动与刷 试图提醒女人赶紧离开 女人似乎看懂了他的提示 但下一秒 却自作聪明地带来了一名保安 这时 三名劫匪也正好从邮局冲出 老黑见状直接一枪将其射杀 看见老黑又在滥杀无辜 还曾对小美造成威胁 忍无可忍的小帅直接横踩油门 撞上了前面的卡车 就由自取的老黑当场领盒饭 愤怒的约翰下车就要教训小帅 但貌似现在不是时候 三人只好慌忙逃命 混乱之中 约翰的妻子 不幸被警方乱枪打死 这让本就愤怒的约翰 燃到了极点 起身之后宛如杀神附体 将一众警察打得猝不及防 而另一边的小帅 则趁着混乱早已溜之大吉 回到家后 小帅将自己所有的积蓄 都交给了养父 并还把他送到一处养老院 安顿好一切后 小帅便马不停蹄地找到了小美 准备带他一起亡命天涯 可万万没想到 约翰早已在此处等候多时 眼看两人就要惨遭毒手 突然一名警察走了进来 打断了他的举动 趁着约翰分神之际 小帅则一枪将其放倒 然后带着小美疯狂跑路 半路之上 小帅还顺手抢劫了一辆 红色小跑 最后两人来到莱万面前 祈求得到他的帮助 毕竟相处十年 莱万便选择了伸出援手 可就在这时 之前的军火商前来寻仇 莱万果断地出手反击 虽然全监敌人 但自己也不幸伸中两枪 可还没等他缓过神来 约翰却又开着一辆警车 赫然出现 无情的他直接将莱万当场撞飞 小帅见状赶紧开车跑路 约翰则在后面紧追不舍 但在车技这方面 约翰勉强只能算是个地点 经过一番激烈的追逐 小帅抓住时机 直接将约翰的汽车撞下 百米高楼 本以为到此结束 一把手枪却顶住了小帅的脑袋 原来约翰早就提前下了车 随后他在小帅耳边连开两枪 约翰也要让他体验一次 心爱之人惨死面前 这时小美则抄起了一根铁棍 拼尽全力打掉了 约翰手中的武器 就在二人纠缠之际 小帅赶紧捡起手枪 打中了约翰的小筒 致使他失去平衡 坠下了百米高楼 葬身于火海之中 等到小帅再次醒来时 早已躺在了小美的副驾之上 但没等两人高兴一会儿 前面的警察已经严阵以待 为了不连累小美 小帅则主动下车 选择了自首 可让人没想到的是 在庭审现场 那些曾经被小帅善良举动 所帮助的人 都为他做了极力辩护 至此 小帅最终被判处了 25年的有期徒刑 但由于在狱中表现太过优秀 5年之后便就通过了假式申请 被释放了出来 从此以后 二人便过上了 没羞没臊的幸福生活 影片到此结束